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 而每年的七到十月 也是西太平洋上發展出 最多颱風的時候 而從目前的陽面來看 的確是有兩個颱風出現了 首先是今年的第三號颱風 芙蓉 目前是在往中國廣東到海南的一帶 來做移動 而今年的第四號颱風 艾莉也是在今天早上八點鐘 出現了 深沉了不過好消息是 這兩個颱風都對台灣不會有 直接的影響 而且相距達到了 一千八百公里遠 因此也不太會有什麼交互作用 不過比較尷尬的是 台灣是處在兩個系統 的中間有點是 在夾縫中的味道 因此其實整個大氣環境 都會是蠻不穩定的 一路到下個禮拜四的時候 都會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而首先是從今天的入夜之後 到下週一 南部地區雨會下的最大最明顯 甚至不排除會有局部大雨的發生機率 而中部還有宜蘭花蓮跟台東 則是比較局部一些 而在中午過後 一樣是會有短延時長降雨 而北部地區在白天的時候 雨量是稍微比較多的 而午後一樣是會有雷震雨出現 而到了下週二到下週四的時候 南部地區一樣要注意 降雨是會下的最多的 也就是說呢對南部地區來說 會長達六到七天的降雨 要特別的注意了 而今天的雨會怎麼下 我們來看到的是雨區預報 其實在白天的時候呢 包括了花蓮台東還有恆春半島 都有些零星降雨 而到了午後則是以雲江南的平地 還有各地的山區為主 而到晚上的時候呢 只是要注意會有低壓帶帶上來的水氣 因此呢 南部地區雨會比較明顯一些 接下來帶您關心的是今天全台各地 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的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今天天氣真的是滿熱的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31到34度 不過要注意的是在午後 一樣是會有雷震雨出現 因此降雨機率可以高達20% 而在中部地區呢要留意的是 一樣在午後雲江南的平地 還有各地山區也是會有滿高的降雨機率 可以高達80%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33到34度 而再來看到的是南部地區 其實今天呢一整天也是會滿容易下雨的 降雨機率可以高達60%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33到34度 而東漫部地區其實今天清晨的時候 包括了花蓮跟台東也都有下雨囉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31到32度 而最後是在外島的部分 包含了金門一樣是憂鬱的 而廉江和澎湖則是多雲的天氣 今天吹東南風的關係 因此呢在北台灣也是特別的熱 氣象局也針對了新北市 發布了高溫資訊要特別的注意 而在今天午後呢要注意的是 在中南部的平地 一樣呢是會有雷震雨的情況出現 而到了週末開始受到了 整個大跌壓帶的影響 因此呢要特別注意是在南部地區 要嚴防強降雨 以上是這一集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